孙子兵法第十三篇 用剑篇 张飞用剑 孙子曰 死剑者为狂事于外 令五剑之之而传于第一剑也 意思是说 死剑是故意把假情报传到外面 让我方间谍得之而传给第一方间谍 三国时期 为了收复西川 诸葛亮派张飞先行夺取川路径上的城池 此去西川不可莽撞 不可暴躁行事 不可骚扰沿途百姓 不可 时间不早了 以得 这就上路吧 是 军事保重 还有件事 不愧是蒙张飞啊 速度就是快 军队路过八郡 张飞在城外扎营 派人前去探听情况 报告将军 八郡太守炎炎 是蜀中名将 年纪虽高 仍能开硬弓 是大刀 他举手成功 坚持不详 他举手成功 坚持不详 是 盐严 盐盐操视张飞的性情爆裂 只在城中挖深沟 垒高墙 想等到张飞君忠无粮之时 趁军心不稳之际捉拿张飞 因此只是坚守不出 来人 你这声音怎么搞的 这两天为了引炎炎出战 喊的 明天开始不用喊了 让将士们也都从城门外撤了吧 将军 炎炎在城中不见张飞叫战 有些疑惑 命几个小兵偷偷出城 夹杂在张飞军队中探听消息 报告将军 发现一条小路可以绕过巴郡 传令下去 二更造饭 三更起站 趁着月明 教大家摘掉马铃 悄悄地走小路过巴郡 我在前面开路 这回看我活捉了你 让你再嚣张 张飞真可谓是粗中游戏呀 巧妙地运用了一个反剑计 让炎炎派来的探子带回假消息 使炎炎上当 还安排了一个假张飞先过去 以迷惑炎炎 只等炎炎中计 如此张飞既夺了八郡 又收复了炎炎 真是一剑双雕啊 妙计呀 妙计 炎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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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